是裝出來的 但他長得帥 是裝不出來的 越醜的男生 越是容易見一個愛一個 懂嗎 那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 如果沒有天生的優勢 往往會更具有攻擊性 男朋友一定要長得帥的 你看吳彥竹、劉德華 這麼帥的男生 為什麼這麼專情 因為男生長得帥 本來就很受歡迎 他們選擇權很多 所以他們四面見多了 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一旦遇到自己喜歡的 就會特別珍惜 特別專業 那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 如果沒有天生的優勢 往往會更具有攻擊性 也就是說 長得越醜的男生 越是容易見一個愛一個 懂嗎 所以女生一定要學會主動去追 長得帥的男生 就算他對你的好 是裝出來的 但他長得帥 是裝不出來的 即便你一吵架 看他那張帥臉 你也不想吵了吧 那你看到一個衰臉 就會越來越生氣 所以不要認為長得帥的男生 會很花心 你沒有安全感 他們什麼都吃過 反而會不稀罕 恰恰是那些長得不帥的 沒有長過婚姓 反而機不折死 是裝出來的 但他長得帥 是裝不出來的 越醜的男生 越是容易見一個愛一個 懂嗎